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ActivePlanter 如果說你剛剛錄好之後 有沒有發現上面畫面好大 對不對 請你來這裡 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縮方的百分比對不對 你按一下這個自動縮方 自動縮方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中間畫面就會隨著我們這個 有沒有自動縮方 這樣會比較簡單 這是第一個 那你看我錄好了之後 萬一你有錄錯 難免會錄錯嘛 對不對 怎麼辦 你在時間軸就點一下 你會看到它中間跑一個這個 有沒有發現它左右有一個紅色跟綠色 你把你的範圍按著拖曳出來 這樣就可以選到你看 要或不要的那個範圍 你可以選擇 如果中間這個是不要的 簡介功能在哪裡 在這裡 有沒有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選到的是不要 你就會按這個 如果你選到的是要的 前後不要 找誰 就是找這個 這樣應該不是就看到 其實滑過去它也會做說明 滑過去也會做說明 所以假設我這是不要的 我就這樣 它就自動切掉了 就自動切掉了 所以這樣就結起來了 這樣沒問題對不對 簡單 那麼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說 這個好像 滑過去對不對 哪裡像 你看這裡 你看我們上面有沒有叫幻增片 幻增片 滑過去真的頭一邊 新增空白頭一邊 你不覺得開始有點像的感覺 所以如果錄影的 想要放後面 直接拉下來 拉上去 有沒有 然後呢 甚至 您也可以把您的靠片 把它彙進來也可以 當然你原本的那些 什麼專長特效 動畫會不見 它就好像拍照一樣 所以平常我們一般 如果你要拿進來這邊 就是 簡報裡面是沒有那種 特效的 它在裡面就可以加進來 甚至你加入圖片的也可以 好 那 這樣編輯完了 那麼 它一樣喔 可以在右手邊這裡 有一個叫做注釋 有沒有 注釋齁 所謂的注釋就是說 我可以去外面 把我的圖片 或者我從外面抓下來的 比如說我們剛剛 YouTube上抓下來的影片 都可以把它彙進來 就是從注釋這個地方 加進來 好 比如說像這樣子齁 從這邊 你把您要的影片 我剛剛是在這裡 桌面這裡 下降 好 這裡 我就把它放進來 有沒有 像這樣 那就看你放在哪邊 甚至這裡也有文字內容 形狀啊 這些都有 都有 那請問 每一張頭你先 多放時間 都有 我們POWER的預測也是3到5秒鐘 所以我們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 計時與過渡 好 你看到這裡 但是要注意一下囉 它這邊指的是什麼 這裡 指的是蠔苗 所以3000等於3秒鐘 每一張頭影片 如果你不是影片 不是那個影片內容 那它是一般的 那它就是3秒鐘 好 當然如果你需要 特別設定一下背景的顏色 也可以從這邊去設定 可以從這邊去設定 可以從這邊去設定 假設我全部都要設黑色的 我就一起選起來 就按住SHIP的一起選 這個POWER的大家都特別熟悉嘛 你們全部一起設好了 你們覺得這個簡介還算簡單吧 所以 當你有多段影片 或者是你的教材 需要這樣去處理的時候 其實還蠻快的 那最後 這個專案當然 你就要提檔一下 就那一下 最後要輸出 對不對 輸出您看哪裡 在上面有一個叫導出 有沒有 在上面有一個叫導出 就是從這邊去輸出影片 那其實它本身 因為這個軟體 主要是做數位調材用的 所以不只是可以做影片 還可以做一些互動的 包括您在這邊所看到的 包括可以做成什麼 這個 HTML的 模擬的 比如說我要做考試用的 互動式的考試 或者是像 BLASH的 還是你直接變成 所謂的 那個 Office的文件也可以 不過一般來講 主要還是 它最佔好處 是可以做成這兩個 好處成這兩個 還有就是輸出視訊 那原則上 我們用的功能 就是主要以視訊為主 那這個部分 是完全不會有任何 複隨率或者限制的 可是如果你是輸出後面這些 它就是會 在右上條 有一個複隨率這樣 但是 它沒有時間限制 它不會說 你30天後就不能用 還是可以用 就是加複隨意 那你看我們輸出視訊 等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預設是MP4 對不對 所以檔案也不會太大 像我們剛剛 就是這裡有錄的那一段 就是 那是第十段 好像第三段 對第三段 你看 我錄的時間 多少 八分鐘 四十一點五 還有一分鐘 你覺得我們今天這樣 爆版最後一段 請問這樣多少 我們有沒有很斤斤計較 兩百三十五 假如我現在這一段 應該不會超過300 我們兩個小時都滿大 中間你休息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 這樣子你要帶走 是不是相對容易 老師其實處理起來 也輕鬆 同學要看也容易 因為 就算同學要看 他在網路上 你看我們在這邊 直接點了 其實我們 我傳到那個 YouTube跟郭郭的圓團 也有個好處 他會是這種產生預覽 有沒有 所以 其實同學 至少是不需要完整 下載下載 他在上面 就直接跳舞 他要看哪些就好 其實說真的 很多人看動的是看 他要的片段而已 幹嘛要全部抓 這樣是不是也節省有量空間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可能今天 時間上 比較不是那麼多 那就 後面這套軟體 介紹得比較快一點 可是您可以發現 也沒有很大的難度 沒有對不對 其實這兩個都超異議的 重點在於說 這個東西怎麼 讓老師 能夠搭配到 你的教學裡面去 不要說太複雜的 太複雜的 你可能又要花很多時間 學習 你又覺得說 這跟我的專長就好 對不對 可是我們如果透過這個方式 可能老師 就可以先從中等美女開始 等等 我們今天的強調就是 老師先習慣 怎麼樣去錄影 把你的教材 其實保留下來 對老師是很有幫助 不只對老師有幫助 對老師有幫助 對老師有幫助 因為不同的時期 每個專心的 可能也會相同用不一樣 對不對 你會預計忙 可是舊的也許會忘記 可是如果你有做錄影的時候 有存檔 真的 我覺得對我自己的幫助 也是很大 好 所以我今天時間 大概只能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都沒有齁 OK 那我們就下課囉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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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